郑伯克段语焉 五江版 在时光深处,回首那段古老的历史 我,五江,曾经的申国公主、郑国王后 以及后来的太后 也是本故事主人公庄和段的母亲 愿意为你们述说这段曲折而心酸的故事 记得我当年嫁入郑国 生下了庄和段 庄的到来使我第一次体会到 作为母亲的深情和对孩子殷切的期望 然而,她不顺利地降生过程 引起了武功的误解 误生,她的小名由此而来 本来是武功的一个玩笑 K成了一场误解的源头 庄竟然认为我因难产之苦 而对她怀有怨恨 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 母亲之爱,岂会因为生产的痛苦而有所改变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两个儿子 亲自抚养他们长大 他们年幼的时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将两兄弟都是同真宝 眼看哥哥庄成长起来 我期待着她成为国君 承袭祖先的一波 然而,她的心性却让我深感担忧 她是个自私狭隘的人 对段的嫉妒在家中表露无疑 她只看到我对弟弟的宠爱 却无视我对她的关怀 她的心眼狭小 经常在背后欺负段 这让我很无奈 希望为段主持正义 心中暗暗希望 小儿子段能继承大统 否则如果哥哥继位 不知道会对段如何的欺凌 然而,武功在世时并未同意我的主张 为了维持家庭的和睦 我只好等待庄继位 然后等段长大成人 实力足够再助她一臂之力 这是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但我相信 只有段的实力足以与庄匹敌 我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 这是为了国家的未来 也是为了段的前程 事实上,庄继位后 她在治理国家方面 也让我感到担忧 她只顾着自己的权利和享受 而无视老百姓的疾苦 她对人民实行科捐杂税 饥荒来袭时 却漠不关心 不向老百姓赈载 相较之下 段是个有同理心 善良 体恤百姓的人 她的领导能力 能够使国家治理得更好 三岁定八十 我果然没有看错 我明白 庄的统治可能会带来国家的不幸 所以我心中更期盼段能早日执掌大权 到那时 她定会是一位有德之君 于是我默默地支持段成为国君 这并非轻率之策 我深知 这个谋划可能导致我何段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我愿意为国家和人民负责 我违背祖宗的长子继承制 支持段的真正原因并非对庄的憎恨 而是出于对历史的担当 我请庄赐与段 至 这个封地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借助至一守南宫的地势 帮段早日夺取天下 虽然只有十三岁 但城府很深的庄 看出了我的谋略 坚决不肯封给段这个城池 所以我只好为段请了另一个封地 也就是郑国之前的首都京 这是一个基础建设 可以媲美郑国都城的风水宝壁 段在那里招兵买马 积蓄实力 他的人政在京得到老百姓的欢迎和拥护 终于等到了起兵的时机 这时据黎庄继位已经二十年了 我和段都明白时机的重要性 必须一举成功 否则将万劫不复 那天我在宫中收到心腹送来的段的密信 上面写着他决定起兵攻打都城的日期和时间 于是我安排好守卫 准备在他的部队到来之时 打开城门 将庄勤获 软禁起来 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兵戎相间的损失 但万万没想到 下人走漏了风声 庄知道了这个密信的内容 提前做足了准备 策反了段在京的部队主要将领 并派兵攻打了京 导致段不得不开启了漫长的流亡之旅 来到了燕 后来又去了贡国 历史从来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可想而知 失败之后 庄给我们扣上了谋逆的罪名 庄流放我到成瘾 远离段所在的贡国 使我与他无法相见 同时 我也想念庄 手心手背都是肉 本来也没有想加害于他 只是希望他不要再做自己 不适合的领导之位而已 还是希望能跟他母辞子孝 朝夕相守 每一天 我都生活在孤独与痛苦之中 这是对庄的愧疚和他发誓 不及皇权无相见的绝望 也是对断的思念 以及懊恼自己坚持支持段尚未 给他带来的痛苦 我深知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道路 但在孤独的时光里 我不禁思考过往的决定 是否正确 流放的岁月中 我时刻牵挂着我的两个儿子 他们在我心中如同明亮的星辰 但却隔着遥远的距离 庄也后悔了流放我 这让我更加明白 我对庄的爱 是因为他被极度蒙了心 曾经无法感受到 现在他失去了 他才懂得怀念 然而 命运给予了我们一次 修复感情的机会 有个教营考书的大臣 给庄出了个主意 请他命人修了一个隧道 模拟黄泉 让我们在隧道里相见 那次见面时 我与庄的心结渐渐解开 迎来了和好如初的时刻 当隧道的尽头 出现庄的身影时 我心中涌动着莫名的感伤 庄的眼中充满了后悔和惋惜 而我则是满怀母爱和宽恕 我们相拥而弃 将心底的隔阂一一释怀 在那段静默的时光里 我们深情的对话 让曾经的矛盾烟消云散 庄向我道歉 承认了他曾对断的误解和极度 我也坦然接受他的道歉 因为母爱是不计前嫌的 我们共同回顾了往昔的点点滴滴 想起曾经一家人欢声笑语的日子 最终我回到了郑国 回到了那片属于我们的家园 虽然不能何段相见 我也很感念这段经历 它使我明白了秩序的重要性 也更加珍惜庄 将全部的心力 投入到协助庄统治正果 这段历史 如同一篇关于家庭 爱与和解的史诗 而这个隧道 则成为了连接过去和现在 连接矛盾与和解的纽带 在历经风雨后 我们重新找到了相互理解与宽容的机会 展望着更美好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